我叫沈方吉 朋友都叫我阿吉 请一下你是沈方吉吗 我是在救你的 我姓张 我叫张文渊 原来琼瑶没有变人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白马王子 他就是 沈方吉 沈方吉 你不以前说他是小红队的 你要跟这样的人交往 说什么我都不在场 如果要我过得安稳 平安 可是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那过得还有什么意义 你真的要辞职去花莲吗 南宁格尔说过一句话 越没有人管的地方 越没有人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首先要开始工作的地方 这护理的工作 进修很重要 这新的资讯一直出来 但是技术爱精进 可以说 把新的资讯 把新的技术一直在赛跑 你体能这么差你怎么救人啊 我三十五岁才转来急救受罪 有恒心 我做得到的事情 你们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 还有那么多生命 在生死交关 还有那么多人在求救 我怎么可以听 我怎么可以输 我怎么可以倒下去 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就是救人吗 就要有好的结果吗 说过我们把结果交给老天爷 那我们存在意义是什么 我们是要帮病患争取更多的机会 让老天爷可以给他们多一个机会啊 姬姐做错了什么 姬姐越来越像美瑞姐 急诊看病后不是新来新跨 病患在不舒服的时候 你刚刚说什么减伤分类啊 他根本听不进去 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最紧急的 一定要先看 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病患的心态是 从来一并变得来付钱享受服务业 就算我们在隔壁救治车祸重伤病患 那些我们动作慢 服务态度差 我们好像他手中的一块服务 可是这块服务却要叫他们放手 如果病人一定要离开人世 我们帮助即将往生的病患 减轻他身体上的痛苦 跟帮助那些在疾病中受折磨的病患 减轻他的痛苦 这两者的精神是一模一样的啊 当年那个迷恋琼瑶小说的护笑小女生 他绝对不会知道 原来幸福不只在夕阳下的海边漫步 也不只在王子骑着白马而来 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后 我在想 幸福也在吵吵闹闹 慌慌张张的生活责任里 也在聚少林多的牵挂中 幸福更在辛勤工作的满足中 我希望大家的脸上 都能拥有和我一样的笑容 我是慈禧人 我是个护理师 我是沈方吉 今天阿明为大家邀请到三位嘉宾 第一位因为饰演吉姐当家 入围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奖的 林嘉丽 欢迎 阿明哥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林嘉丽 好久不见 欢迎吉姐当家的本尊 阿吉 沈方吉 阿明哥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我是沈方吉 过来压轴 这是吉姐的好先生 他天不怕地不怕 只怕集结 欢迎我们的渊哥张文渊 张文渊 全球观众大家好 我是张文渊 我团队非常用心 我还特别请张大哥 带来他的鸭香宝 消防的公仔 还有集结 不太像的集结 不过这两个行业说实话 在我们社会中 不能说被遗忘 而是说我们对他们的了解 总是感觉隔了一层沙 甚至隔了一层山 没有 我觉得就是被当作理所当然 在医院就一定要有护理师 你就是活该要帮我打针 要给我吃药 然后就是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在急诊 我就可以对你为所欲为的大骂 因为我不开心 我身体不舒服 我就哇啦哇啦 被抱怨都是理所当然 把它当作是一种服务业 可是它根本不是服务业 它是非常神圣的 我们说它是白衣大事 居然是全部主播大力 油软车 翻车 自己有重三换 救货车现在在路上了 准备 准备 大饼 天长服务报到 可以的话到外面帮忙 姐姐 你现在指挥落定 都看不出你刚才打瞌睡 土秉序 我警告你 这是大场面 不是半家家酒 应该要更小心谨慎 不要给我逞弃 姐姐 OK 我已经准备好了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我第一次处理完这个状况 我手脚都会发弯 制作单位去拜访你们说 希望把你们的故事摊在阳光下 让全球的观众朋友了解的时候 你们两个有先开会投票 还是一致通过 我没有闹说 我们反对 应该这样讲啦 反对 因为刚开始我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自己家里的事情 为什么要给别人知道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 我第一个直觉是这样 后来因为看到我们的 吉姐阿吉跟上人所开示的 我受到很大的感召 领悟到 所以一定要做这些事 是这样子 以前你觉得为善不予认知吗 这是我们的本分 以前都说 默默行善就好 沉默是亲 以前是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他讲得有点含蓄 应该讲前面 前面其实我们在讨论的 就是当制作单位说 要拍我的戏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OK 我没有征求他的同意 所以我回来只是告诉他 他说 那个大爱台要拍我们 他只是被告知 对 他被告知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 我有给他开示一句话 开示 对 我跟他说 如果我们的故事 可以影响到一个人 我们就是那个人的贵人 后来他愿意 对 要不然我不愿意啊 张大哥你想想想看 你要背着那么重的装备 出生入死才有可能救到一个人 但是你的电视透过这一群表演艺术家 包含嘉力包含西风这些人的演出之后 可以救到无数人的心 对 好 你们的你好 我是 和平路五号 好 住在火警全书 地址是和平路五号 和平路五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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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当时这个剧本 你看到之后 一直想要演啊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拍前一个戏的时候 我就 这个剧组就已经被 被邱昀杰 就是他们要去做下一个戏 就是姬姐的戏 我想说 有没有可以客串 然后演一下 没有 都没有 好 然后后来我就透过侧面 我就请我的经纪人说 你可不可以让我调到剧本 让我看一下 然后我看了十本 我突然说 我在心里想我要演 我一定要演 然后我还在脸书发愿 请大家帮我集气 我一定要演到这个戏 我说我心里有一个愿 我希望能够成就 那其实那个愿真的很简单 就是我希望 护理跟消防能够被更多人看见 就是这个 这么简单的元素 那第二个元素当然更直白 就是我想看他们谈恋爱 我也想谈恋爱 原来琼瑶没有骗人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白马王子 他就是张文渊 从那天开始 张文渊几乎每天都会到医院等我下班 我们吃遍了基隆庙口的每一滩 把滨海公路的每一段都走过了 姐 这礼拜你不是都白天的班吗 那怎么跑来 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 真的假的 警察报告出来了 琼瑶说我什么问题都没有 就是怀孕了 真的怀孕了 真的怀孕了 我的爸爸 小心 小心 对 动作不能太大 我以后就把你当太后之后 什么太后 叫那么老 要叫我选公主 公主 公主 那你以后生了小公主小王子 那你就是太后了 好像有道理 他对工作很认真 可是他就是一个 不会懂得罗曼蒂克的人 那我呢 我就是觉得我到了慈激医院 开始有一点转变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行 我要制造一些乐趣 所以突然想到我就这样子 她说 是什么意思 我说既然你不好意思亲 以后就是你亲我的意思 这是我们的默契 所以每一次讲电话 讲完就 后来我女儿到国小五六年级 她就突然有一天 听到我在对着电话 她就说 妈妈为什么你们每次讲完电话 都要对着那个电话吐口水 我说小孩子不懂 所以 真的好可爱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演吉姐的故事 最过瘾的就是她的真 细说真人生的真 是 她真的非常真 那她也可以让我 心里底层的那股真 真的完全就透过角色 然后说很多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心里想说的话 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多一些 可以在她的角色里头 比如说我在她某一集 好像已经很尾声了 然后跟渊哥说的 她就说 虽然我们每天 她真的每天就是在做救人的工作 两位都是 对 可是她还是想出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就回归到反思到自己 虽然说我已经在演正向的戏 我已经努力在做正向的事情 可是我有没有办法 再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 那那一年我刚好在培训中 所以其实反思很多 思考很多 那我也觉得说 用吉姐的角色 然后注入给我很多的想法 其实各位观众朋友 我觉得一切都是好因缘 过去吉姐当家放在十点播的时候 五位老师跟大家报告 吉姐那时候都没有跟人家讲说 她的戏在播 因为她觉得说 晚上十点大家都在睡 反正十二点半重播 大家又在午休是要叫谁看 但是我跟大家说 因缘辗转 有什么话跟吉姐说 谢谢你们让我演你的戏 真的很在那戏之后 我就没有谈恋爱了 谢谢佳莉不断地把我们铺梗 真的佳莉从将近二十岁 演到将近五十岁 三十年的光阴在她的脸上 不管通过发型 通过服装 不管通过动作 或是她的成熟度的改变 你一定会发现 一个好演员真的不简单 我们先给佳莉拍拍手 也希望我们大爱的女儿 白痴干头更进一步 这次八点一波 更多人看到集结的戏 我因为你们改变了人生的方向 我因为你们找到人生的价值 也因为你们了解到原来 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 都不是这么如此 就是我想透过吉姐 就是让更多的观众知道说 做护理真的很快乐 对 其实我可以讲一下吗 我要感谢佳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她把我演得太好了 我就记得那时候 第一次播出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人知道我是沈方吉 他都会跟我说 那个林佳莉 就说你跟林佳莉好像 就说我跟她对谈 她就觉得我跟林佳莉很像 就说表示佳莉把我演得很成功 而且就是两个行为 即使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她把我 像我自己偶尔 就是我偶尔还会再回头去看某几集 因为我觉得佳莉把我演得太好 而且我觉得像比如说 就像讲了比如说跟陈希峰的戏 还有一些就觉得很自然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看都会笑 有时候我中午午休 我就自己去挑选某几集 再来一直看 因为我觉得太好笑 就是比如说佳莉演陈希峰 两个去因为生小孩生不出来那一段 我也是觉得太好笑 然后第三集我也觉得太好笑 好多集我都到现在我自己 就觉得很可爱 姐姐不断在爆雷 一直在暗示我们哪几集必看 因为她是在演 只要演得诠释得太好 那时候陈希峰在上班 赶着去医院房去看小孩那一面 那个真的很传神 那个味道让我都想象出 我当时当下的那种心境 到这里好 到这里好 再说一发不可收拾 画面更精彩 等一下我们来透过戏剧的画面 看佳莉如何把集姐 在生活中忙碌的部分呈现给你 集姐是一个很热心的人 我觉得她很热心就是有什么事情 然后大家给来她都会帮忙这样子 她很乐观 她很会照顾人 她很热情很有活力 热情活力 环境看完之后 我要去关心一下我的外包上 很开朗很搞笑 阿爸阿爸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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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礼拜一会去跟他们讨论 对啊 那就再宣导 好 没问题 这是我们的传送传队 真的是非常棒 输送百分百吗 你没有 医院的总务 当然是护理最重要 而且品项最多 所以护理总务 应该她大大小小事都会知道 这些护理人员的需求 病人的需求 家属的需求等等的 她是最清楚的 这家医院成就我很多 我应该感恩这两个字 所以我大概犹豫了一两秒 我就说好 感觉很像我是来想买吃的 其实不是 我们是来看一下她的商品 然后有时候还要看一下 有没有过期或者是雾迈到什么 做总务太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变成是 我是管全院 那我就觉得我更能发挥所长 就是我看到任何人 我都可以去关心她 她已经不再局限是病人了 就是做护理跟做总务 是同等的开心 我飞来了 看完了忙碌的集结 赶紧来介绍她 幸福家庭的另两位成员 第一位是宝贝女儿张云轩 哈啰 大家好 我也是文渊的女儿张云轩 那接下来和大家介绍 跟我差九岁的弟弟 阿民哥好 大家好 我是篮球队长张立洋 大家可以想象喔 集结这么忙碌 她先生消防员也是常常 这样子出生入死 隔了九岁成叔弟 第二个儿子 应该是家中另外一种 不一样的喜悦到来 不过两位从小都在这样的家庭成长 与众不同 光从下课回家 就跟人家不一样 那时候就是因为爸爸就是在消防局 然后妈妈在辞院 那他们两位其实都没有办法来接我们 那我们就会搭学校的交通车 会去医院 那下交通车之后 其实大家就是爸妈 或哥哥姐姐就牵着手回家了 可是像我们就是 要直接往七楼或三楼 护理部前进去写作业 那时候其实会蛮孤单的 但是至少会觉得说没关系 跟妈妈在同一个环境里 还看得到家人这样子 然后等妈妈下班之后再一起回家 那时候可能都晚上九点多 对 所以以前有一个 妈妈有印象 我有跟她说就是 妈妈晚上九点了 我同学都吃完饭要睡觉了 可是为什么我还没有吃饭 戏里面有演 那是真的故事 你们觉得你们会比同年的小孩 更早熟更独立 确实是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可能比较有感觉到 因为我们上了国中 虽然爸爸他退休 但妈妈他这样子 代表他的工作业负担也更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独立起来 自立自强 对 要自立自强 因为爸妈的时间 说实话没有很多 因为我能早上起来 只能看到他十分钟 因为他要载我去学校 所以晚上可能九点也才 看到妈妈回来 爸爸回来这样子 所以你们更珍惜相处的时间 也会比一般的小孩 看得更远一点 比方说只要有台风要来 或是有听到 偶音偶音的声音 你们心里的感受 跟一般人就不一样 对 其实像小时候 因为可能我们会在消防局 或者是医院里面 就会在那个环境底下 那有时候回到家的时候 其实还是脱离不了那个环境 上属居民未撤离 目前请勿协助居民撤离 我们就闪一道路 好 来 到喽 哎呦 哎呦 这种很难 来 吃地方 找爸爸 好 爸爸 好 爸爸 好 爸爸 请5191人员救护租秦 上 现场围车祸 换走的孕妇 起来不走 现在要孕妇 赵云 上上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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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安全 请救援 你会伤患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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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さ Useful 好痛 是 从小耳濡目染 學衅裡面已經流著ần 那种慈悸的DNA 对 其实可能说起来 大家会觉得 你是不是有写好稿子 但其实我觉得 我想要跟所有的观众还有阿明说 我是觉得真的是 除了我的爸妈之外 慈悸真的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就慈悸不管是施工厂人 或者是所有的慈悸人 他们都养育了我 所以我的心态比较像是 虽然现在可能工作 或者是在新竹那边的工作 还没有太稳定会比较繁重 但都会想要有机会 一定要回花莲回馈 这是我真的觉得 慈悸没有办法离开我的生命 是 即使再远你都要回到源头去感恩去回馈 对 而弟弟现在是带着全家人的祝福 要离乡背井来台北了 不过你应该也有一些自己的盘算吧 有 其实我跟吉澤一样 也是从小读慈悸长大 但是到大学 我其实有想过继续留在花莲 因为慈悸其实他们的环境其实还不错 再加上我也熟悉这个地方 但是 我突然想到我十几年下来都待在花莲 我的眼界太狭隘了 眼界太狭隘 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 就到我想要的学校 北部那边去拖拖我的眼界 但是我也不变的是 我其实知道姐她受贞 上大学 他们也有那个慈心社 也是属于慈忌的 所以这也是个管道 所以我决定 上了大学之后也会撑下慈心社 像是出去 看似我离乡背井 但其实那个地方也是我一个家 回家的管道 我只是到了那边 是 坐火车过站 再回来这个地方 但是我还在这个路上 哇 这个形容真是好年轻化 所以大家 各位观众朋友 即使爸爸妈妈这么的忙碌 但是他们没怕骗子 心没变 就是在有温度的家庭里面成长 他的这个小数变大数的速度 会特别快 找熟独立又能够自立自强 我热爱我的人生 更热爱护理众人的生命 我希望大家的脸上 都能拥有和我一样的笑容 你可以叫我吉姐 但我更想听到你叫我一声阿吉 阿吉 我是慈忌仁 我是个护理师 我是沈方吉 是 我是沈方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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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沈方吉 现在不当白衣大士很久了 那她到底在忙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来 欢迎 有孩子 洋台 哈 唉呦 吓到了 在延活 大春 太渐良 整理 吓到了 吓死了 程先生 趕快出來 老公 快去 害我嚇一跳 老公 嚇一跳 對啊 第一把我們要進去了 好多的感謝賺 還有給方吉督導的 有我 我為什麼已經在你家了 還有我的簽名照 這一定是原哥拿的對不對 對 因為有人那時候特別跟我們要 然後我們就跟家裡姐要了好多張 然後親親親然後我們就發給她 然後我就跟她說最後一張放到我們家 對不對 以後要那張啦 你看那張 三十年這張 那張照得滿好的 對啊 那這些就是我的 一個 這是最近 我今年去那個論文發表的 論文發表 那你都在忙這個嗎 不只喔 還要忙 我最常忙的叫志工 志工活動 可是觀眾都不曉得 你現在不當護理師了 他現在不是白衣大士 他現在是做官的 什麼意思 可是 官啦 可是我還是有在做護理的工作 對 有有有 聽說是有 你現在是在總務部門 對總務室 總務室的頭頭 對 不是頭頭啦 就是 像班長啦 對班長 我比較喜歡講的是班長 班長 班長 總務跟那個護理師是很不一樣的 對 這行政跟做護理真的很不一樣 嗯 我原本有 我到了總務我會脫離護理 其實我發現沒有 因為我可以照顧更多人 其實 原來我跟護理都不會脫離 所以我現在有時候走在路上 人家還會叫我說 護理長叫我杜達喔 雲哥這你切的嗎 你看 大氣 我們雲哥切的芭樂就是大氣 他為什麼要切那麼大氣 是為了他自己吃 他現在健康還不錯吧 還蠻不錯的 對 其實有一陣子 我是覺得 有一陣子他那個胆管可能比較窄一點 後來那時候人家都一直說他 因為他們一年至少住一兩次院 就是整個那個什麼胰臟發炎 後來那個醫生就幫他把它撐開 就 不然就很可憐 就一直被誤會什麼 喝酒啊 吃太怎樣 對 但你現在吃得很簡單嗎 很簡單 因為我聽說姬姬都不煮飯給你吃 不是我煮啊 會野吹 家裡的吹事就簡單了 你都不會想要說代老婆吹露營 他忙啊 我要辱他願 要難以揪 對 這條命是他舊的咧 張無約 起來 遠哥 遠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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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心肌更曬心臟停 怎麼辦呢 救啊 誰就會救 護理啊 就一直壓 壓了心臟 從家裡面等救護車來 然後到急診再放支架 那個時間很長耶 至少60到90分鐘才會完成 到醫院這一段時間 要靠他壓咧 他只要能夠幾分鐘 壓得不順 血沒有流到腦子 救起來也沒有用 變百磁一個 他先生救起來很好耶 所以 真的是救他先生一命 而且救得非常漂亮 這是平常訓練有數 那個時候也是 每天都不敢睡覺 都不敢睡覺 每天都一直看到我們 看到我們呼吸 後來我就發現我可能快瘋了 結果後來想說不行 所以 回首 其實也很感謝我們自己 家人生這麼大的病 然後自己也生很多病 才可以體會到病人 不然以前我們在當護理師 哪裡懂 因為阿吉最大的 讓人家親別人 很有善心 你叫你叫他 我很不好意思 所以說 他要做什麼志工 我都絕對支持 你們是獨苗 等一下我愛翻身 耶 突擊吉姐和元哥 成功 好久沒有看到他們兩位 然後看到真的是完全一見如故 然後就跟我當初認識的吉姐一樣 一點都沒有變 然後還是可以這麼開心聊天 真的非常溫馨 對不對 真的我看到你那個嘴巴開大大的 真的嚇一跳 真的嚇一跳 又驚又喜 兩位其實你們的人生 也是在彼此的生命中 讓對方嚇一跳 對 有一點 你真的那麼地期待 憧憬白馬王子 騎著白馬出現 真的 因為我以前從國小六年級 我就非常迷瓊瑤的小說 對 戲裡面真的 我覺得你爸爸每次來看 都看到你很認真在讀書 其實都是在看瓊瑤小說 觀眾朋友 你看了就知道了 你幹嘛啦 收還我啦 又在看瓊瑤 那我給你一個美夢成真的機會 你們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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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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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乖 白马蚊子 阿姐 你心情该张文艳到底去花脸了 妈 你不要我北凶 张文艳他还在基隆 张文艳 真好 方寺 你在干嘛 开心 阿 我求你们师父 方寺 来 阿姬 我不要摇 你不会游泳 你还跳 我没有想 你怎么可以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 以后我谈的恋爱一定要像穷瑶小说的 其中有一部叫做《秋歌》 就是这个男主角就是 就是真的叫做《白马王子》 所以我就觉得 他的每一部小说我都看 但是那一部小说 就是我心目中 我男朋友的目标是什么样子 可是当他出现之后 你发现他的工作跟你的工作都是那种 常常不会在家里 可能无法全心照顾家庭的人 你还义无反顾要黏着他 到底是什么回事 应该是说他以前 说白点就是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就很斯文 那斯文就有点像 斯文的那个样子 有点符合我的条件 那他又很热心又很帮助人 所以我就觉得 而且他年轻的时候又很风趣 所以我觉得蛮不错的 虽然跟那个穷瑶小说不一样 但是后面我们的相处 我就尽量让他可以趋向穷瑶的那种 你变导演了 我觉得张大哥真的不简单 当然他自己阿美族的性格 那种乐天开朗豁达的性格 造就他跟吉姐在一起 没有说想要逃离 要不然观众朋友你看就知道了 戏里只要演到一号 就是每个月的一号 吉姐就是伸手要跟老公拿钱 但是你也都乐此不疲 你也就是就这样子 其实他这样 我是很感动 他帮我持家 而且我们结婚之前 他就已经先回花莲了 我更感动 他回花莲等你 因为你是花莲在地的人 他是新竹人 我在西隆上班 就是这样 然后他先在花莲等我 等了好几年 说实话张大哥 娶了这个好老婆 除了他持家之外 他应该也给你许多人生的历练 让你不断地在修行成长 对 因为我在海面掉花莲回来 就是七十九年掉回来 七十六年他回来花莲 那时候是刚解研 我们是戒研时期认识的 解研后他回来花莲 然后我们七十九年结婚 我在请掉回花莲 之前我很执迷 执迷 执迷 我的工作跟家庭 两个没有办法兼顾 而且放不下心 会放不下心 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 就是很激动性的 所以说到底家要怎么安定 然后老婆要怎么照顾 当然是集结给我很大的安定心 是这样 所以让我非常感动 然后我掉回花莲之后 他又是我们上人的忠诚 整是 什么都是禁思语 是这样 所以说他每次都跟我讲禁思语 那时候刚回来我还没有办法理解那些词汇 是后来我到了生小孩之前 他转变之后给我感悟 你有不一样的城市的改变吗 我是随着他变 是他影响我 所以说我最怕的是他 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集结 我开场就是这样介绍吗 因为他给我影响很大 所以说我整个人生跟观念 理念都改变都从他那 他是受上人的禁思语改变 是这样 就找到一真理 欢喜作 甘愿受 甘愿做 欢喜受 甘愿做 欢喜受 这是他的第一部曲 对 是这样子 那时候我还是稍微有点感觉而已 接着之后 他跟同事之间相处 因为他都在急诊啊 常常跟人家有点摩擦 后来他讲给我听 他说上成讲 心开了就幸福了 是这样 然后我就 因为我是比较粗一点的人 但是我比较偏向 也跟他一样 喜欢看一些文章的 所以说从中间了解到这个 幸福就来是怎么来 是这样 所以说我这两个阶段 他影响到我 所以我更幸福他 第二部曲 有第三部曲吗 有啊 但故事很美 我的命是他救的 戏里面有 但是既然渊歌讲了 我们就让大家知道 因为渊歌 如果不是娶到这个老婆 那个老婆没有在他身边 真的渊歌早就谢谢再联络了 我们今天就不会有冤歌坐在这里 对 对 他的救了你 因为他用他护理的专业 救了你 对不对 然后让我感悟到 所以说从他 我老吉姐身上 从护理到我们消防 互相交错之下 我更领悟到 更引述到上人讲的一句话 禁思语里面 制造福田 自己的福田要自己跟做 别人不会帮你做 对 所以说我们要多做善事 制造福田 然后自得福原 我今天会存在 就是因为有这个福原 对 是这样 简单简单 串好母亲生的天公祖 嫁好人生活和亲生 两个人如果相亲相爱 天天都是情人节 如果两个人每天搭来搭去 就是天天都像清明节 对不对 所以张大哥你有三部曲的领悟 集结你自己 人生应该不止三部曲 你真的以前你看 我感觉是古人远的人 你如果看戏你就知道说 这个人怎么有办法 在这个花蓮慈祭院生存 太多人善解他 包容他 关爱他 陪伴他 以前他自己还大言不惨 讲说人缘不好 技术要好 我省一针 再难打了针 我一针就嘟嘟了 对 以前你是靠这个武装自己 对 因为真的以前人缘不好 我不懂得跟人家怎么相处 所以我就觉得说 所以我只能把我的技术练好 练好我就不求人 所以我自己照顾病人 我就不用去拜托任何一个人 所以我的技术就变得非常好 天下无敌 不求人 对 所以每次人家 然后我说技术很好 我说技术不好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人缘不好 所以我还蛮感谢我能够在慈祭医院上班 但是我说坦白 我这前十年我是靠什么意念留下来 就是说我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虽然我碰到困难 但是我会找一个支持自己的力量 我就会让我自己留下来 所以前十年过得很痛苦 什么力量让你留下来 比如说我那时候 因为我会去分析 比如说我虽然我人缘不好 可是我不能再 我会告诉我说我这条 我会告诉我说我这条 这条龙不能再浅滩 所以那我如果离开慈祭 那还有哪一个地方可以收留我 所以我就决定留下来 你自我安慰 对 还说自己是龙 我就是很会自我安慰 所以可能这样的性格让我可以 就是很感谢这样的性格 就是我可以因为这样 我至少这十年我并没有 我中间有离开过的念头 你怕很痛 我也好痛啊 你当个阿兵哥你怕怎么痛啊 手伸出来啦 你笑不笑啊 左右你真你还哭咧 不用说 又是沈芳琪对不对 每天我都承受到 那时候我心想说 我是来赚钱的 我干嘛一天到晚要接受你们这些 我真的很辛苦 后来半年我就写履历表 要去花莲另外一家医院 对 所以你看以前是抱着我要出门赚钱的心态 到后来他会觉得说我要出来帮助别人的心态 我要让人的生活品质更提升的心态 对 所以很感谢啦 就是说我没有离开慈季 然后慈季让我改变我的心态 所以我最记得那个时候我去皈依上人的时候 那上人就给我一个法号 对 那个法号其实我那个皈依正拿回来 我就看到那个两个字 一个那个叫做慈乐 乐快乐的乐 那可是也可以念乐 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他要念什么 我就跑去问我们的护理长 我说阿长这个上人给我这个法号 我到底要念什么 我要念慈乐还是念慈乐 他说你自己想念什么就念什么 我说那我念慈乐好了 我就念慈乐 自己快乐让人快乐 我后来发现当你心境开始不一样了 你会发现那个真的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欢喜 对 戏剧会落幕 但是人生从来不停步 我们哪想到几年前播了极姐当家之后 极姐换了一个角色啦 总务的工作 对 你还是用那种慈乐的心情去面对所有的同仁 跟你的协力厂商吗 其实我一开始 我到现在为止啦 我都觉得我 我的识别症啦 前面是总务室 其实我后面是我的护理师职业执照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 它是很密切的结合 所以我现在做总务 或者是去跟一些外包商的一个相处 其实我是用我护理的那一份感恩的心 在跟他们应对 还有在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我做总务 虽然很忙 可是你心境是更快乐 因为你接触的人更多 你可以帮助的人更多 然后你可以做的事更广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后来我就觉得做总务也蛮好的 就是跟我总务等于护理 护理也等于总务 所以我今年 我今年我可以领35周年 这个资深和护理人员 对 所以 以前总觉得说到了总务 好像护理就离开我没有 其实我现在深深的觉得 其实护理跟总务它是一体的 结合一体两面 我帮你 你帮我 OK 大家看后面这张大海报 沈芳吉是林嘉莉演的 那这个廖美丽是集结演的 哎呦 观众朋友 这是集结自己争取来的 我就先不讲了 你看了就知道说 集结你真的是被护理耽误的 表演艺术家了 看了就知道 观众朋友 真的从明天晚上开始 集结当家会好好的陪伴你 让你了解到人是可以改变的 最后我要让我们的张大哥 有没有什么话要对集结说的 除了你刚才说 谢谢他帮你持家之外 真的要感谢集结 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也让我领悟到更多东西 就像阿明哥讲的 人生继续还在演下去 对 那个演不是演戏的演 是真正的过生活 对 我从他副理转调总务事 我又是另外一种心境 对 从不同的环境 然后我看到他 他很自信的人 但是他受慈悸洗礼过后 没有自大 所以说我 哇 我这个老婆真的太厉害了 这句话妙啦 是有自信但是不自大 所以说哇 所以说我一直在学习他 所以我到现在也是在 我们两个在 他在影响我 是这样 继续过着三十多年前 你们初出相遇的时候的 那种爱的罗曼史 录影的前一天是他们结婚 三十三周年的日子 不简单 最后我们要来一个特别 让你的儿子女儿再次出现 欢迎萱萱跟丽洋 感谢 富士姐快乐 爸爸 九二三三周年快乐 妈 你知道吗 真是太感谢了 我觉得这样的画面 对照后面的画面 戏里戏外 都是甜蜜的一家人 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 消防跟护理的结合 真的是少数中的少数 这样的孩子有爱 这样的家人有使命 我想 我们能给大家什么东西呢 就是拜托大家 今天看完之后 明天晚上开始 周一之周晚间八点 都要收看我们的 极姐当家 谢谢大家 也祝福大家 像极姐一样 给人家无往无利 大吉大利 然后也希望 渊哥你帮我们多推广 让更多的消防人员 知道他们的辛苦 我们感念你们 我们感恩你们 再次谢谢你们 甜蜜的一家人 我们跟大家挥挥手 拜拜 明天晚上八点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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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